即将上映的《复仇者联盟3无限战争》中让人担忧的超级英雄。 随著《复仇者联盟3》的即将上映,并且预告片已发布了多个版本,经过漫威十年的布局,从2008年的第一部《钢铁侠》开始,到今年5月份的《复仇者联盟3》,相信大部分漫威粉早已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了,但是通过预告片网友们却担忧起了《复仇者》的个别超级英雄们, 因为这次的对手片中的大boss涅霸简直是太强大了。 《复仇者联盟》一片围彩蛋中首次侧脸大头贴,涅霸终于正面来袭。 第一位是满威首部自家电影的主角《钢铁侠》,从首个预告片中看出,《钢铁侠》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桀骜不逊且六花花公子的风采,伴随的却是略显颓废和无奈。 我们心中的托米史大科是这样的,与我们认识的钢铁侠判若两人。 还有他手中的另一只手到底是谁的也引起众网友的猜测,倒都是他自己的还是另有其人的。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次的钢铁侠必须要经历某些让他望面俱灰的事了。 第二位奇异博士,众所周知灭霸最想得到的是无限宝石,然而奇异博士就拥有住其中一款相助大绿钻阿哥摩托之眼项面的时间宝石,从预告片中看出,奇异博士已被灭霸手下的汉将折磨到无力反抗,看来心爱的宝石项链也要被抢取了。 不知复联3中的奇异博士是否依然潇洒。 最后一位就是让人揪心的幻视了。 众所周知幻视是因为有精神宝石才能是真正意义上活着的超级英雄,因此灭霸会为了精神宝石而让幻视领盒犯了,有可能这次幻视真的要黄钻到期了。 从预告的开始和红女巫撒了一把狗粮后,心爱的黄酸,精神宝石,就被看不下去的灭霸硬生生地扣下了。 毕竟你们懂个锤子,我坏事懂。 漫威经过十年的布局不变,终于在2018年即将要上映《复仇者联盟3》了。 从开始的大众认为的只是电影的电影,到如今的人们心中的漫威宇宙,都被这所有的超级英雄的吸引。 然而在影片中众多苍老的众人,也可能会因时间保持的力量而青春不在,甚至有外媒猜测有可能是为漫威宇宙的下一阶段再做更改的突变。 因为片方曾说过,《复联4》将会是一个终结,在《复联4》以后的漫威宇宙将会完全不同。 《复仇者联盟3》《无限之战》将于2018年5月在国内上映。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已经等不及想到电影院一探究竟了,哪怕只是去看超级英雄们DMDMDM的特效战斗场面。